下面来 那个陈哥灌到下面来 因此我们现在目前 在处理都市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一些新的思维 这是我们传统的思维 这个传统思维里面 我们就是把水引到 我们认为的 对人民生活没有安全的水稻里去 在这个里面 我们去规范水稻 我们有水温在自己的自理线 然后把水量在这里面 做断面的设计来处理 现在目前我们必须要一个新的思维 在这里面用都会留意自己的概念 把每一块土地都当海面 在这里面利用上游中游下游 它不同的土地的功能 不同的位置的功能 去发展全方位的制水的概念 在上游在这里面呢 我们必须要保水 在中游的东西 要去做各种类型的制红 在下游你才有能力去处理 各种不同类型的防红的措施 这个东西是一种全新的系统概念 我们必须要这样面对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现在的 我们刚才提到 不管是在这次的宜兰地区 或者是919的凡纳底 其实都是位在所谓的 这些都会区里面 高雄那些都会区 听到说想请教的 像宜兰过去 我们也觉得说 它是一个生态 做得蛮好的一个地方 蛮宜人居住 很多人都说 我退休以后要去住在宜兰 所以宜兰是一个好地方 但是我们看到 这些世界 宜兰这个所在 有什么都现在的严重 那我们过去都想 就像刚才 孙老师说的 大家想的都是 过去都是排水系统 赶快把水排出去 想的都是用排水系统 可是老师说 那要有多 面对现在的 强降雨的一个时候 那单单只靠这种思维 真的可以把水排出去 还是说 其实真的要再 有一些别的想法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刚才两位老师 已经把对问题顶出来 现在目前的降 就是强降雨 长年时 而且大区域 所以说要有一些新的思维 那么在西汉 这个假浪 水利工程师 他就提出来 要自和 他自和有三种的方法 有上策 中策 下策 那么上策 就是要定 山川之位 使人神共处其所 而不相间 那么如果说 能够这样子做的话 此功一利 何并明安 千载无患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靠这一句 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要做好国土规划 那么这个是一个 上位的计划 如果说上位计划 能够做好的话 那么 长治久安 那么千年无患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大概都是在做 所谓的中策跟下策 那么中策就是 林田四字 和平议程 就是说 现在的期望也都做好了 就是这个 逢到这个大雨 或者逢水的时候 又把它冲坏 那么来做一些 修复的工作 那么这个是 所谓的这个中策 当然下策 就是每一年都会 遭受一些的灾害 最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头痛一头 脚痛一久 所以说我们在 上中下游 刚才曾教授所说的 上中下游 就要上中下策 这样的一个新思维 来治理这个所谓的综合制度 对 那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现在都是用一些排水系统 所以大家其实想说 我是几百年的防洪标准 可能是百年的防洪标准 然后到时候这个大雨来了 可能工程大会就说 可是我们这个水道 我们都是已经正确 百年防洪标准来做了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水位 那个雨会下这么大 通常都会用这个样子 来回应大家 然后就觉得说 因为这些雨下太大 所以两手一潭 莫可奈何 只能这个样子吗 基本上因此 我们现在目前的治水世卫 必须要有一些根本性的调整 我们刚才一举过了 就是说 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一个新的气候形态 那我们过去的水利的 相关的算法并不是错 他们在过去一百多年里面 经过各种不同的经验的累积 然后算出了一个公式 那个公式基本上是正确 只是问题是时间不对 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上个世纪的气候形态 那个时候的气候形态在这个里面 我们大概还去估计 他们大概降雨的范围 在这个里面 我们大概可以估计 他们在这个里面的冲击范围 因此以这个东西来算的 这个雨量是对的 先重点 我们再来一再一再提 这个整个系统变了 这个系统变的时候 因此我们必须要意识到 现在如果在谈 我们不能再用旧的思维来谈 我们必须要面对 这个是全新的气候形态 这个气候形态 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新的对策 它在这里面 你单纯只是把水 引到水道里把它排走 这个逻辑前来走不通 好那我早上要来看看 我们来看擦探知识可以工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日本的中心 在日本的中心 我们来看一下 对不起 我换一个图卡 好 日本的中心 他们现在来建 很大很大的 那种地下的调节池 那位于中心的地下 50公尺深 那总金费是 1000亿的日币 1000亿的日币 那 你如果说用一个 简单的一个形容词来讲 就很像一个地下的 一个大型的一个水库 这个水通通集中到地下去 那另外呢 我们也很快的再来看一下 日本还有另外 就是有一种超级的堤防 我们平常在台湾看到 那种堤防 但是 一站 特别是要一站 一站老板 不然更加关的 可能两站老板在里关的 这种堤防 但是呢 就是比较高 比较陡 这样子大概可能 一公尺或一公尺多的 这样子一个宽 的宽 算厚度啦 厚度 那 拉得这样长长的 但是日本的超级堤防 他们的所谓的生态堤防 就是说 它就很宽 非常非常的宽 然后上面还可以有住宅 有什么的 这些 等一下我们要请老师 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金老师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 你也去过 这个超级的大的 这个地下水库 这个钱花了蛮多 你觉得说 现在的都会区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思维吗 因为东京一样 也都是人多的地方 对 因为东京人口多 所以说为了 这个保全系统 所以说要投入那么多的 薪费 在做一些防洪上的 这个功能 那么我们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到 这是昭和二十年到 昭和六十年 那么它土地的变更 这个在东京都 因为这个土地的变更 土地的利用 所以说地表的禁流 这个滞流时间减短了 所以说一下子就流到了下游 那么 所以说政府 为了要解决 这个在大都会地区的 这个洪换 所以说他们在 就有的一些的 河川旁边的一些绿地 或者公园绿地 或者一些公共工程设施 比如说道路他们下面做一些的 这个自宏的一些设施 那刚才提到的 这个东京都下面的 这个大的调节池 也就是所谓的地下水库 当然它的设计是 每一个小时可以达到 五十个毫米这样的一个消减量 但是经过了一些年来 降雨量还是超过了 这个设计的这个容量 所以说它还是淹水的 但是淹水的面 对互数跟面积减少了 但是不会一个工程 全部把淹水的事情解决了 这是似乎不可能的事情 你另一句是说 只要任何可以减少淹水的事情 大家其实都应该 做一点方式去做嘛 是的 所以说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把这个工程给设计了 当然也还是淹水了 只是淹水的时间跟 互数跟面积减少了 但是当然也有人为说 花了一千亿的日记 然后你做了这么大的 一个浩大工程 可是你还是淹水了 这个是 这个东西是没有 这个是我们大家必须要学会的 就是因此与二水共生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态度 我在这边撑写一张图 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在汉堡 在欧洲很多地方 在杜塞道府 他们开始提供一种跟水共生的一种概念 也就是说整个都市地区 它可以允许部分地方被水淹洪泛 但是它在这里面按照这里面断面的设计 它在这里 大概最高的位置 比如说是200年的洪水 那个重现率的一个高度 在这个高度之后 以后的人是居住 居住在这个防洪界上面 可是它不同的位置在这里面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 它可以允许都市的一些空间 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出现 街道 它一些的什么公共广场等等在这里出现 然后因此在洪水真正来的时候 那个部分可以被淹的 可是那个被淹的时候 这个对生命财产没有安全 那有些物件只要在清理的时候 它可以再继续使用 这个是现在目前 雨水共生的一些新的概念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知道在讲的这三位老师 其实现在都 我们刚才从一些 都知道说 老师们都觉得说 其实现在都要有雨水共生的观念 而且也相信 从去年的莫拉克台风 这些观念已经逐渐的在国内 也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呼吁 甚至说如果在都会地区 应该要让一些停车场 甚至有一些的地下的 大楼的一些地下 所以让它成为一个大型的制宫子 其实我们现在是想 我们就要问说 好 如果说这些观念 是经过这些水域单位 大家也觉得说 其实应该有新的观念进来 但是呢 因为这是跟民众有切记相关的 是要用到我们家大楼的地下室 我们家大楼是不是 我们的水电 如果配电设施都在地下 这要怎么办 要怎么来 还是在那种工夫 比如说以前供应员 上面都坐停车场 怎么要把它变成一个 大型的一个蓄水库 这些概念 水地单位进来了吗 那这些观念进来了 但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